前天送来的还不到48小时 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花你看看 这个你看看 我非常怀疑他们是拿脚尾花 商家局的花篮破口大骂 因为周一送来的花不到两天 不仅好几朵花瓣枯萎 甚至连叶子都干得发皱 这两天不可能是这样 想说它拿去丢掉 你不相信吗 我不相信 很怀疑他们是 把殡仪馆的花卖两三遍 甚至三四遍 不仅花篮 就连店家宣称 可以撑一个月的高级蝴蝶兰 才刚送来没多久 花瓣就已经垂头丧气 商家质疑这根本是脚尾花 大骂业者没天凉 既然拿别人告别式用过的花 回收使用 因为兰花不行 喷到那个水在花面 这是第一点 然后浇水还不能太喷到 当你结束以后 就是你们都怎么处理 丢掉啊 可以拿来再用下一拖再做 还不会吧 还可以用的呢 看起来还蛮漂亮的 就会做那个 就是拿给人家做肥料 到底有没有冰丧业者 私下回收使用胶尾花 台面上花店跟离仪公司都说 鲜花一枯跟天热 还有胶花的方式有关 但就算真有人一花二用 甚至三用 现行的法规也无法可管 不向业者趁机大赚黑心钱 丧家也无可奈何 就成为黄佩如桃圆报道 我先用下车了 我先用下车了